字幕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圖杰 歡迎來到旅遊非牌不可系列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走獨北投 一想到北投你沒想到什麼呢 大概就會是溫泉了吧 確實這邊的歷史人文發展 還有所有的故事 都跟溫泉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帶著大家一起來一趟北投湯樂園一日遊的行程 走囉 如果想要一網打盡了解所有北投的溫泉歷史 當然就不可以錯過北投溫泉博物館 這邊呢其實是在日治時期1913年的時候所建造的 所以算是一個古蹟喔 以前打造的時候它是北投的公共浴場 而也是當時東亞最大的溫泉浴場 今天就帶著大家一起進去一趟究竟 其實我覺得光是在外觀就已經讓我拍不完了 來到博物館裡頭就要換這邊的拖鞋 維護這邊的木地板 然後特別想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是他們的鞋櫃 這一個是一直保存下來的 百年的歷史鞋櫃鎖頭原汁原味 裡面的鑰匙啊每一個號碼都會有不一樣的形狀 可以好好的保護你的鞋子 走吧 那來到這邊的重點當然就要看看他們保存下來的大浴場 這個羅馬市的浴場呢 以前是專門只有男生可以進來的 如果是女生或是小朋友的話 就要到隔壁的小浴場去 那以前的人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都採用 就是他們是走進去然後就站在裡面泡溫泉 跟我們現在人完全不一樣 那可以看到它浴場的設計啊 其實是一個斜坡式 所以這邊雖然水看起來很淺 但到最深的地方大概有130到140公分左右 可能會在我的胸部位置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像 其實在以前這個浴場呢 它是自然式的採光 所以你就泡在裡面 感受陽光透過彩繪玻璃窗 灑下來的那個顏色 視覺上面享受也很棒 不過你以為以前到這邊來就只有泡溫泉嗎 其實這邊還會有祭典或是活動可以參加喔 這很好玩的 那麼說到參加活動或是來泡溫泉 最重要就是你怎麼來到這裡 所以溫泉真正是帶動了當地的交通發展 像這邊以前就有人力車有公車 甚至呢也開始有了鐵路來去做發展 來到這邊你要玩什麼呢 除了來到這邊的公共浴場泡溫泉之外 在每年夏季的時候他們會有納涼會 那我覺得裡面有幾個特色 比如說他們會有一季表演 也就是還有一些扮裝大會 像我們現在的Cosplay的感覺 甚至他們會有電影的放映 他們叫寫真放映 對於當時來說呢 它是一個比較昂貴 比較稀有有趣的活動 所以會吸引大家來到這裡 當然夏季活動一定就要有 棒棒棒棒的煙火 一面看著煙火 大家一面吃東西 所以來到北投這一邊 他們會有中式啊西式 或者是日式的料理都可以吃得到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彈珠汽水 他們以前叫做蘇打水 聽起來是覺得超級清涼的 那他們裡面其實有 各式各類不同的展覽 我覺得做得很用心 很多還有一些互動式的影像 大家可以去更了解 當地的歷史文化 但我自己最喜歡還是觀察建築 他們裡面有一些小地方 也充滿著故事 比如說這個 有些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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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這個小門呢 就是以前專門拿來收入場費的地方 以前一個大人進來泡湯啊 大概是要20錢左右 等同於在當時可以吃3碗麵 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好像還OK 可是你們知道在以前沒有公共浴場之前啊 私人的湯 五一個大人大概要花6元 也就是可以買120碗麵 所以在以前是超級高級的享受 是這邊讓泡湯泡溫泉 變成了一個普及化的理論 那以前的人泡完澡之後 就會來到這個榻榻米的公共區域 在這邊放鬆喝瓶牛奶 享受夕陽的美景 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很好奇 這邊是公共浴場嘛 那在還沒有建立這個浴場之前 大家都在哪裡泡溫泉呢 答案就是在大自然裡面泡 那其實接下來就走出戶外 帶大家來走一走北投這一區了 以前的大家泡溫泉 當然就不是在建築物裡面 而是來泡野積溫泉 在北投西這一邊呢 因為高體落差 所以他們就形成了五個龍 龍這個字在日文裡面的意思就是Tucky 意思是指復步 所以在這邊呢就是以前的第一龍 因為腹地很寬水深也夠 溫度也很舒服 所以以前這邊是野積溫泉的熱門地點 公共浴場野積溫泉 不過真正把這邊的溫泉事業打造起來 當然就是這些民營的溫泉旅館了 而這個地方呢就是以前的溫泉旅館 天狗安的所在地 它是由日本人平田原屋在明治28年的時候成立的 那當時他其實就是很意外的發現 挖北投的溫泉有這樣子的療效 結果決定要來建立這樣子的溫泉旅館 不過一直到日治時期的時候 隨著時代結束 那當然這邊就開始荒廢了 後來大家就開始進行考察 發現這個地方呢 對於北投這邊的溫泉發展時期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打造成為史基公園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呢 看一看以前日治時代的平原遺跡 同時也是瞭解這邊的溫泉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要能夠興盛的發展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交通了 所以日治時期 為了要能夠好好發展這附近的觀光產業 他們就決定要來興建新北投之線 也就是我後面看到的新北投車站囉 那這個呢 也是現在目前全台北市僅存的百年車站 有三個地方大家可以仔細來觀察 第一個就是它是一個護照的結構建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人 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釘子 就能夠好好的把整個建築物撐起來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岩架上面有一個雕花托座 你會發現它其實雕的非常非常的精細 第三個地方就是要抬頭 看一下他們的屋頂了 這叫老虎窗 看起來像一顆一顆的眼睛 然後你會發現 有三個老虎窗 他們好像感情比較好 有一個站的比較遠 你就可以看到 以前這個車站的站體呢 其實它是有拓建的 所以這三個的地方是舊的 後來拓建的地方又加了一個 才形成這個非常非常有趣的畫面 那其實現在啊 新北投車站呢 他們已經沒有再行駛了 在1988年就已經行駛 後來再經過了一些改建跟討論之後呢 決定落地在這邊 變成一個車站博物館 帶來大家了解這邊以前的生活 以及交通的發展樣貌 我們就一起進去看看囉 在1988年就在1988年就在1988年 Yahoo 北童兒童樂園 這邊是所有北童人小時候的回憶 其實它是很早以前就建造 是在1916年的時候 當時原本的名稱其實是叫做 公共浴場附屬遊園地 也就是大家泡完溫泉之後 走上對面的階梯就可以來到這邊 帶你們家的小朋友好好的放放電了 這邊也是全台灣第一座 專門為兒童來去做的遊樂園地喔 那曾經呢 天灘五月天也跑到這邊來拍攝他們的MV 那剛剛我所滑的這個魔石子的溜滑梯 它也非常有歷史 已經超過百年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住在這邊的北童人 他還有他的爸爸 以及爸爸的爸爸 都曾經溜過這個溜滑梯 所以不論大人跟小孩 都可以來這邊享受童金的時刻 最後帶大家來到的地方呢 就是地熱谷了 這裡真的是我如果帶國外朋友的話 也會推薦他們的台灣景色 地熱谷大家看到這個景緻 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會覺得它看起來像什麼 以前的人覺得哇 看起來有點像地獄 所以這邊有另外一個別稱叫做地獄谷 也有人叫它鬼湖 但我相信日本人應該是蠻喜歡他們的 因為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他們覺得看起來太像仙境了 所以就把它納入了台灣的八景十二勝之一 那這個地方呢也是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 同時也是大屯山火山群裡面水溫最高的溫泉 這邊的溫泉泉質呢是青黃泉 青黃泉你看它的時候 它顏色就有一點透明的青綠色 同時裡面會有微量的雷元素 它其實在全世界是非常稀有的 就只有在日本的秋田縣 以及在台灣這邊的北投地熱谷 你才有機會可以看得到 那像從這邊的話 從谷口一路往下延伸 大概到100到300公尺之間 你在那邊可以看到 就是北投石這種礦石遍布的範圍 這個礦石又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回到北投溫泉博物館裡面 裡面有一個鎮館之寶 800公斤重的北投石 給大家一個概念 一公分的結晶 他們要花120年才有辦法結晶行塑而成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非常非常稀有 它同時也是全世界這麼多的礦石之中 唯一以台灣地名為稱呼的礦石哦 所以大家可以來到這邊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一下這個台灣奇景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帶大家來到北投溫泉走毒之旅 下一次有機會來到北投泡溫泉 也不要忘記可以來附近的景點走一走 了解這邊的溫泉文化發展室 我是圖傑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z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